大家好,我是Alfred 今天去荔精酒店的Steakhouse 精门入,大堂转右有条楼梯一下去就是 这间餐厅有两样东西是他们比较自豪的 第一是他们会从世界各地找来一些精品肉类 不是每间餐厅都吃得到 第二是他们有个很精致的沙律吧 我们稍后会去看看 订了晚市六点,未够钟我就在门口等 一开门我是第二组食客入座 刚刚开始还有些日光,转头就黑妈妈 今晚入座率目测都有七成 餐厅环境甚至是他们的服务方式 都跟他们的Dress Code一样 优雅优闲,有一定的格调 但又有些温度,用餐气氛好舒适 又是时候讲下Surfshark VPN 看开我的观众对这个软件都不会陌生的了 上网安全点,保护自己私隐这些基本东西就一定有了 但讲到我最喜欢的功能,就一定是可以改变IP 虚拟地去了第二个地方 去旅行又或者移左门 但又想用一些有区域限制的香港网上服务 又或者反过来,人在香港 但就想看一些不知为什么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 都看不到的资讯 VPN都可以帮到你 我自己都用了几年,它的功能也都越来越多 现在Surfshark One套装还有Alert Search,Antivirus,Alternative ID 一站式就可以搞定绝大部分的网络安全问题 关心自己的电脑,手机和个人资料安全的朋友 现在就可以用我的连结,加上独家优惠码 就可以用最便宜的价格,申请到Surfshark VPN 还可以免费用多几个月 详情请参与Infobox The Steak House的餐牌 literally会令人眼前一亮 因为餐牌是懂得发光的 很多餐厅懒有情调黑妈妈 我真的见过有食客要拿电筒照餐牌 来这里就不用担心了 给大家看看餐牌 头盘二三百 主菜要块牛扒就千松一点 不讲酒水 一般晚市吃三道菜 人均就预算1500至2000 我今天就预计了个优惠套餐 算下都便宜了几百元 这里就是他们的沙律吧 如果单点就498 跟主菜便便宜点 沙律吧分了两张桌 这边就主打拌起了的沙律 另外也有新鲜有机蔬菜 给你自由发挥 配料酱料都好齐全 我去里面的沙律 酸豆、醃菜都有齊 這區還有一個乾式熟成桂 放了幾個不同國家的牛肉 例如有油脂豐富的澳洲Mayora巧克力和牛 大里石民分佈平均的意大利Karima牛肉 以及來自西班牙北部 含有果仁香見稱的Kasura牛肉等等 餐廳會視乎牛的油脂含量 以及牛肉在送來之前在肉箱有沒有做熟成 去決定在這裡還要做多久 一開始就上了一份酸腫麵包 外層比較挺身 有烘焗後的香脆感 裡面質地鬆軟帶一點點韌性 我個人比較喜歡這種口感 多於一般的白麵包或全麥麵包 再配搭自家製的牛油 為今餐揭開序幕 一邊吃麵包 一邊吃外面沙律巴的東西 食物的品質 我相信不用我講 大家只看畫面都會覺得高質 特別是所有的蔬菜 在品種上、狀態上都是無可挑剔 沙律和烤蔬菜都很好吃 相比之下 有隻24個月的巴馬火腿 等級反而是普通了些 忌廉蘑菇湯 用我唱首歌來形容它 咳咳 如果太多牛奶味 朱古力味無定期 好了不唱了 我怕大家退訂閱 這個湯 是將忌廉和蘑菇兩個元素 完美地拿出平衡 味蕾已經無法區分出 哪些是忌廉味、哪些是蘑菇味 而是巧妙地融為一體 成為了一碗湯 加上口感幼滑 我給100分 這裡一直有個傳統 就是在上牛扒之前 拿個盒出來 給客人選一把牛扒刀 職員會詳細介紹些刀的特色 例如牌子、產地、材質、重量、手感 甚至切完一塊牛扒的橫切面 會有什麼分別 滿滿的儀式感 這一招真心高手 香港不少餐廳老闆 都希望可以推高自己的人均消費 即加價 加價當然要考納明目 例如酒樓碟花生、茶餐廳收環保費 用八達通埋單又說要加一元等等 不想那麼低裝 餐牌的價錢直接設高 環境服務就要做好一點 快餐辦中價 香港也有很多例子 但有些服務方式 就未必可以為食客提升用餐體驗 例如中菜無緣無故加的直前料理 即是前線做多了 但食客就感覺不到你做了什麼 這裏的發光餐牌加上柬刀環節 就為餐廳帶來了一個顯而易見的附加價值 當然不一定個個欣賞 可能還有人說多了一塊魚 但至少合情合理 接著說一塊牛扒 USDA Super Prime西冷 USDA有一個牛肉分級的制度 大家應該都知道 常見的有Select、Choice、Prime等級 最高級的Prime就是年輕一點的牛 有相對豐富而且平均的大禮石紋 大約只有十分一的美國牛是屬於Prime 而Super Prime就是指在Prime裡面再細分 選出最漂亮最頂級的肉 大約佔Prime的五分一 不過大家要留意 以我理解 Super Prime不是一個官方正式的分類 而是個別肉商的Marketing手法 直白地說 就是他說他選了一些漂亮的牛給你 那價錢當然要貴一點 而零售店或者餐廳如果入了這批貨 就用回這個名字 所以不要理Super這件事 今天這塊Prime是好吃的 食材本身是很Super的 The Steakhouse是80年代香港 首間引入木炭烤架的扒房 重開之後都保留這個傳統 所以牛扒是會有淡淡的煙燻燒烤香氣 加上火候控制得好 面頭焦脆 裡面多汁 配搭自家製的芥末 和有些不同產地的食鹽 這塊牛我吃得很滿足 Side Dish我們選了炒蘑菇和榨薯條 兩樣東西都做得不錯 整餐飯水準很穩定 沒什麼大起伏 不要太快牛扒只有7盎司 因為沙律巴是任食 加上麵包薯條其實已經很飽 但最後還有一件Cheese Cake 好在質地味道都相對輕盈 口感油順不會太硬實 芝士味適中沒有膩感 這條片就差不多了 我們頻道會繼續拍不同類型 不同價位的餐廳 喜歡看自費食評的朋友記得訂閱 下條片見 拜拜